2020年2月23日 星期日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1.为什么清静后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智慧 作者何玉玉 于2020年2月22日宇宙知识传达 为什么清静后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智慧 昨天我们谈到修清静心 除了不起心动念 还有其他辅助方式吗 今天我们再来谈谈 当我们在清静时如何寻找自己的本我智慧 也就是直觉或灵感 这必须是本身处于真正的静心之下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 才属于我们所要的直觉或灵感 而当一个人并非处在清静心时 所呈现出来的思维活动 往往只是一种妄想 或者是一种猜测而已 所以只有在清静时表现出的灵感 才是真正的本我智慧 而不是在清静时展现出的灵感 不是真正的本我智慧 因此常常会是错误的决定 灵感或直觉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或历练过程 所联想到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 它通常只在脑海里只出现一瞬间 一刹那而已 灵感与创新可以说是修期相关的 相辅相成的 它不是莫名的产生 也不是心血来潮 或者无中生有 而是一个人在思维过程当中 突发性思维形式的一种长期积累 或者艰苦探索的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总和 一些创作性的职业 通常于创作阶段时就特别需要灵感 否则就不能设计出一种新的主意或概念 例如科学家 各行 各业的设计师 艺术家 作家 音乐家的作曲 填词等等 我们一般要想突破自己 不断地让自己更上一个台阶 就要通过自己不断地 往内心里寻找真正的自己 自然而然就会有诸多的灵感 高我或指导灵前来指导我们 其实这种灵感 就是我们真正的本我智慧 也许你会说 经常凭着灵感做许多事 但是往往都不如意或失败 原因可能就是 你当时的那些想法 并不是在你亲近时的灵感 而是胡思乱想 妄想或头脑 小我的一种猜测 或者就是本身智慧不足的一种表现而已 所以 为什么要改变自己 做一个真正的自己那么重要 否则平常我们只是做一个符合别人眼皮底下的自己 或者符合集体意识标准下的自己 因为不属于真正的自己 都还是在小我头脑控制的范围下 那时候的灵感只是一种妄想或是猜测而已 我们真正灵感的获得只有通过往内心里寻找的这个方式 没有其他的第二个方法 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清静心 所以 这也就告诉我们 该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 去挖掘 开发自己的潜能 让自己在这个三维物质世界的人世间 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华 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领域 都可以利用我们本身的才华 去服务世人 服务这个世界 为找到内心的自己 本我智慧就不会大开 头脑潜力最多只开发30%而已 因为能力的体现是一个人的行为高度 而智慧的体现是一个生命达到了一定境界所具有的综合高度 所以 只有当两者圆满结合的时候 才能使一个生命在宇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 真正的高端人才 必须是智慧与能力两项都具备的人 目前我们三维物质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 尤其是在科技的领域里 就是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方式 去创造的潜能开发项目 这是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方式去研究科学 一种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培养人才 也就是让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技能等 在各个科技领域去自由的发展 由国家提供研究经费 自己提出研究项目计划 凭着他自己的直觉与灵感 去不断地测试研究 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简称为中国科大或USDC 是中国大陆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主体部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创办了著名的科研少年班 让智力超乎常人的少年 小学生进校学习所有费用全免 培养了一大批少年大学生 进入后二至三年内 需将大学念完开始科研 从1963年开始有第一届毕业生以来 科大已有72名毕业生 截至2017年 陆续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约每一千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一名院士 700多名硕士博士 比利居全中国高校之首 这才是现今中国高科技 无非猛进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这样的科研人员 只要他们没有私心 一切都是为工为服务人类 为了我们三维物质世界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上天就会不断的给到这些科研人员灵感 其实就是给到他们宇宙讯息 只要一个人亲近 有定力 都可以接收到上天给到的这些讯息 也就是灵感 这些虽然是通过外力加持得到的 但是 这也是上天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 只要那个人是无私的奉献自己 没有私心私欲 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上天都会不断的去帮助他 同时也会去净化他 事实上 大多数这样的科研人员 都是富有使命下界的神圣先活 所以他们的灵根肯正 他们都拥有正义感 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绝对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至于那些学习潜能开发 想利用这种方式 拿来当成赚钱工具的人 就会感召妖魔去迷惑他们 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也因此坠入魔道 踏上不归路 谢谢阅读 感恩您 2020年2月23日 星期日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2.为什么清静后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智慧 作者何玉玉于2020年2月23日 宇宙知识传达 什么是光子带 处于光子带对我们有怎样的作用 什么是光子带 光子带是新纪元运动的教法 而三维物质世界地球上的世人不懂 就承袭了这种教法 其实它就是一道强光 而光子带就是大宇宙给到我们的帮助 也就是给到我们的能量 大宇宙不断地在帮助我们这个小宇宙 而且是定期的帮助 也就是大宇宙一直以来都在用能量保护我们 给我们这些很高能量的光 目的就是不让负能量超越我们 保住我们小宇宙 不至于让妖魔鬼怪完全侵占我们整个小宇宙 至于是怎样给到我们的呢 就是利用白洞这个能量通道 什么是白洞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通道 但它不是人走的 而是能量走的通道 白洞就是大宇宙往小宇宙输送能量的一条通道 每个小宇宙都会有 而银河系共有80个小宇宙都有 只是其他小宇宙的白洞 我们无法看到而已 大宇宙会考虑到平衡所有小宇宙的阴阳正负能量 当这个世界阴阳不平衡时 就会以白洞这条通道 定期的给到其他的小宇宙输送正能量 补充每一个小宇宙正能量 让大宇宙的外力帮助这些正能量的小宇宙 来维持整个大宇宙的阴阳平衡 因为不平衡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负能量的世界 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 因为修复能量很容易 也就是告诉我们 人想要堕落是非常的容易 至于光子弹 它处在什么位置 其实它不在哪个位置 实际上它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只有全身心 身心灵都是正能量的人 才能吸收到这些大宇宙 给到我们的高能量之光 而且是完完全全正能量的强光 这就是宇宙规律 只有正能量的人才吸收得到正能量 而负能量的人只能吸收负能量 这道正能量的强光它能给到全部 有善根 有善念 有爱心 尤其是大爱心的生命 一股很大 很强的正能量 只要修行人吸收到这些强光的加持 本身的能量频率就会快速提升 这也就为什么 现今在大宇宙40赫兹 5D加码的高能量波 持续不断的照射下 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出现扬升症状 因为绝大部分的世人都还是负能量的人 这些纯正的能量属于负能量的人根本吸收不到 所以身体不会出现任何的改变 自然就不会有扬升症状的出现 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按照周期来运作的 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经历许多周期 有些周期将人带往高处 也就是所谓的扬升 有些周期则未能将人带往高处 继续堕落在低矮的三维世界 这也许是各种经历的压力 或许是肉身载体痛苦的压力 虽然会有些跌宕起伏 但是大部分都还能成螺旋向上的方式 继续走在扬升的道路 这个趋势并未改变 整个人类家族 地球母亲 太阳系 银河系与整个宇宙也都是如此 起起落落 经历着相同的周期现象 因为所有生命都需服从两条法则 即周期法则与等级法则 扬升法则 这些周期就像一步步的阶梯 使着所有生命都向更高的意识层面与层次提升 这就是进化的周期 目前这个时期我们地球 太阳系 银河系正进行着重大的运动 所以这些世界所属的星系都已进入到了光子带中 其实那并不是一条带子 应该把它称作光的海洋会比较贴切 因为带这个字远不足以形容那么巨大的光所带来之能量 既然这些星系已进入到了光子带中 这意味着我们的太阳系又重处在两万四千年前 它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对于曾经生活在两万四千年前的人们来说 都经历过行星地球上这个重要的一年 此时光子带的特点是能彻底转化一切物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能将物质的振动频率提高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但是这个转化的过程并不像我们所能想到的那样简单 它通常要通过毁灭来进行 人的毁灭甚至星球的毁灭 有时候是更大规模的毁灭 也就是所有不能符合这巨大振动频率中的东西或生命 都会以某种方式被毁灭 这就是原本2012年 扬升的方式 2018年起改为 现今正在进行的扬升方式 也就是带着物质身体扬升 由于这光子带的光会对人类的灵魂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无论是地球人还是地球以外的人 而每个人有吸收到能量 都会根据其自身灵性修行所完成的功课 灵魂的成熟度以及意识层次来使其获得该有的进化 这股能量肯定会转变它所浸透的一切 无论能否吸收其力量都会产生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各个世界包括地球 在两万四千年的周期末尾会经历巨大的动荡 因为这光子带的通过 会引起想象不到的灵性觉醒 那是天赋 源头给到我们的恩典 在每个周期的末尾都会有的某种奖赏 但是这个奖赏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而是我们觉察不到的 看不到的 却比我们觉察得到的 或感知得到 看得到的重要很多 因为我们觉察不到自己日常经历的转化 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的灵魂细胞 肉身载体已被光子能量的渗入 深深的改变了 这就是我们灵性进化的巨大提升 所以当目前这个非常重要的周期过去时 我们将离开光子带 到时候那些仍然在沉睡 仍然不了解巨大灵性与神性意识的灵魂 将在三维世界重新开始另一个生命周期 而已觉醒的灵魂们 在这个周期已完成了整个体验过程 我们可以把通过光子带看作是自己离场的门票 离开在这个世界几千年以来或更久 所经历过的几百次或千次轮回转世的体验 当我们离开光子带时 我们已经吸收了目前绝对无法获得的数据资料 我们人类的意识将彻底转化 因为光子带可以让我们领悟和理解圣爱的另一维度 这种圣爱更多的是处于能量 可以看作非人的 无情的 因为在圣爱的新维度中不会有丝毫的情感或情绪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性 也就是佛性 谢谢阅读 感恩您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